政治追殺 政治追殺 強強民產 迫害無辜 民主崩壞 民主崩壞 不宜的台灣 我們也不知道這些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在救國團的身上 所以我們現在此時此刻的 感受是 既然委屈 不能求全 那麼 我們求何也求不成 所以我們就能來現在 只能啟動我們抗爭的模式 這個記者會 就是啟動我們抗爭模式的第一步 我想簡單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所謂的轉型正義 常常會說 他們要做轉型正義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釐清真相 你要回到歷史的背景去釐清這個真相 這個真相第一個就是 救國團到底是不是國民黨的賦水組織 政府的檔案文件非常的清楚 救國團成立的時候 是由行政院成立的 當時立屬於國防部 蔣經國的任命 不是國民黨的任命 是行政院的公文 派他來擔任這個 救國團的首任的主任 所以救國團是 政府組織 連法院都已經認定 今次都會最好看 會的 是 谢谢观看